嗨同学们我是孟卷 这个视频我们来讲一讲反挖泳 这是一个我们专业运动员 以前在训练的时候 专门用来放松的一种泳子 那这里的重点 其实还是进一步的 把洋泳换气 融入到洋泳里面去 好吧 我们有很多同学 在有洋泳的过程中 对于这个水 什么时候会没过自己的鼻子 它没有预判 搞不清楚 就时时刻刻 再一个 哎呀 下一秒就应该会有水 摸过我的鼻子 这种紧张感动 那油挑下蜜蜜 这种状态下 去而洋用 放松的下来吗 动作能做好吗 与其被动的等待 哎呀 这个水什么时候过来呀 我鼻子要呼气哦 不如主动出击 让自己脑袋沉到水里面去 有节奏的唤起 要想学乎这个呢 我们就得先来练习一下 反挖泳 好第一步 我们先把脚挂在一个地方 可以是池边上 可以是水线上 也可以是手扶梯上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手扶梯啊 因为这个水平位置啊 比水面要低一些 舒服一点 而且脚掌还可以勾住旁边的柱子 让身体不至于飘出去了 我们在水面上冷躺平之后 吸一口气 把手往天上举起来 脸沉入水中 鼻子呼气 呼得差不多 把手放下来 脸慢慢的浮出水面 这个练习有点像我们之前 练的那个 把小腿挂在池边上 那个仰头换气 那相信有那个基础的同学 练这个就没什么问题了 接下来 我们漂浮起来 踢腿 两个手放下面 踢着踢着 手举起来 脑袋下去 欢一口气 这个地方我们手的动作呢 很简单 就是做后扰环的动作 在旁边 举起来 对着天上 头顶入水 往旁边 滑到后面去 后扰环 这里注意啊 手往旁边就行了 很多同学总有喜欢 到后面去 结果回头问我 老师我为什么肩痛 你说为什么 放松一点做动作 旁边 旁边 那换气方面呢 一开始啊 你不要沉那么深 时间也短一点 随着你练得越来越熟一点 慢慢的深一点 时间长一点 有浅入深的这么去练习 好 其实到这里 我们换气的这个部分 已经练完了 内容就是这样 接下来 就是反挖的内容了 首先 我们要躺着 蹬挖用腿 手还是盘盘 挖用腿的动作 还是一个正常的挖用腿动作 脑袋这里会有点波动 不用理它 保持在水面上即可 可能水性没那么好 或者是 一开始尝试的同学啊 需要适应一下这个状态啊 躺着蹬挖用腿 手练了之后 下一步 加上手的动作 其实还是像刚刚那样子 后扰环就行 手往旁边过 这里我是喜欢一个 手先举起来 脑袋入水 然后手到水里面 先蹬挖用腿 手再往后滑 脑袋再出水面的这么一个节奏 这里手有个停顿点 就是入水在上面停着 等蹬完腿 再去滑 再出水面 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轻松一些 飘逸一些 很爽 如果有的同学 手往后滑 脑袋还是出不来 怎么办 我们的手啊 往后面快推直的时候 可以往下压一下 这样子脑袋比较容易出水面 那同学们在这个练习中 也可以试着 两个手从上面 用点力气往下面滑 滑一下像个章鱼一样 不就往前面飘好远 嗯 对 这个练习步骤就这样 没了 是不是很简单 只不过同学们要经常去练习 而且练熟了之后 要应用起来 要不然这个东西就好像我们小时候 学过的感情 或者是英语 你学了不用 那就忘了差不多 我知道很多同学在练的过程中 很难受 没问题 以上这些练习内容都可以带着比较去练 只不过 你感觉 诶 练得比较手练之后 一定要摘掉比较去尝试尝试 来回来回搞 给自己一点耐心 多去练一练 总会手练起来 第一 这个洋泳登池边出发和反挖 你去泳池看一下那些游了十几年的那些人 他们会不会 是吧 游泳这个东西 不是说你练的时间长就可以了 你要对自己有要求才行 要不然 你有个十几年 我跟你讲 跟十年前一模一样有的 动作 也不能加快 也不能放慢 就这样 你想这样吗 你不想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